好,我們先講那個視訊積木,視訊積木是 Squitch的 第二版的新功能 它的視訊積木在偵測這邊,偵測的底下 這裡有幾個跟視訊有關的 首先是 視訊的開關 積木 還有那個 主要用的是這一個視訊偵測的部分 然後 還有一個視訊透明度,這三個是跟視訊有關的主要積木 那 所以一開始呢,我們當然要先把視訊打開啦 這裡有一個開跟關 關的話呢 把它就這樣關掉 那也可以翻轉 翻轉就左右邊相反 再翻 開啟 開啟 這是正常 正常是 左右鏡像 就是跟照鏡子一樣,左右鏡像 好 這是開關的部分,那我們 這個視訊的積木,你可以看到它是橢圓形的 那橢圓形的話,它基本上是代表一個數字 所以你直接點兩下,它會出現一個數字 就代表它現在偵測到的數字 這邊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動作,一個是方向 一個是動作,一個是方向 那動作的意思 跟方向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橢什麼東西 舞台或是角色 所以基本上後面這個是偵測的範圍 那如果是 如果是角色的話 就是你的影像,你後面的那個視訊的部分,你必須要去碰到這隻貓 它才會產生動作 才會有那個 變化的量 如果你是舞台的話 如果你是舞台,那就整個畫面 不管是哪一個地方,這整個畫面 都會有反應 然後 這有分動作跟方向 剛剛的動作是指說,整個畫面如果有變動量 就是裡面有東西在移動 它就會有偵測的數字跑出來 如果是方向的話 它會整個計算,整個 畫面 它的影像都是往左邊動的 它會顯示角度 往左邊動 或往右邊動,或往哪一個方向移動 那基本上往上面是零度 然後這邊是九十度 然後這邊大概就是一百八十度 然後往左邊就是 兩百七十度 或是那個負的九十度 它可能會這樣顯示 所以繞一圈是三百六十度 好,那我們先來 看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 我先來知道那個數字給各位看一下 好,所以我 我設定一個變數 我們先來做一個變數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為了 我們為了要看這個數字 先來了解一下它 所以我們把 等一下 我講完 你在做 我們先把它 video的動作 視訊的動作在這個舞台 所以我們現在偵測整個舞台的動作量的變動 然後把它丟進這一個變數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等一下我按開始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偵測 開始跳 開始跳 那如果你都沒有動作 不要動 不要動 它的數值其實會很小 好 好,那因為我們後面背景比較沒那麼單純 好,那如果你開始動 畫面有在動 好,那數字就會很大 大到甚至 將近一百左右 好 所以它 變化量其實大概就是在零到一百 移動 好,那如果你要偵測比較準的話 最好你後面的整個 整個畫面最好都是 乾淨的畫面 好,比如說把它照向天花板 好,那有一個電燈 好 好,那有一個電燈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數值大概會比較穩定一點 然後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如果你手 你看我手過去 它就 數字會變很大 最大到一百 好,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偵測整個舞台 偵測整個舞台 然後動 它的動作的變化量 那我如果把它改成角色 我如果把它改成角色,那就是我在旁邊動它是沒反應的 我必須要碰到那隻貓 碰到這隻貓 它那個才會偵測它的動作變化的量 那我在外面 外面怎麼動它都是沒有用的,數字不會跳 好,那如果是方向的話 如果是整個畫面的方向 整個舞台的方向 它就會偵測整個舞台的變化量,像我往右邊 有沒有,它數字是在接近90,就是正右邊 如果我 往上面動 先生你不要動 往上面,它數字會接近0 接近0 那我如果整個往下面動 大概接近180 如果往左邊 負了90 各位看到 所以它是偵測整個畫面的變動,同樣的 你如果是用這個角色 那你在旁邊動它基本上也是 沒反應的 那你要碰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碰到這個角色的時候,它是往哪一邊動,現在往左邊負90 往右邊 正90 左右 往上面 大概是0左右,往下面 就在經過你那個角色的時候,它的 它的那個數字的變動量 就是 它會用那個角度來做判斷,比如說我往右上方 大概是45左右 要碰到那個角色的範圍 包括我的手背,這是往左下,我左下到135左右 所以 它就是這樣繞一圈 好 那所以這個是它積木的四種用法 各位先測試一下